刚刚杰仁老师说自己是老实人 千祥老师勇敢说自己淘气 但是好像据我听说 四位曾经有一次一块搭档 在人家厨房有一块肉 偷偷就给人拿走了 不能有我师父吧 我听说的时候也不信 跟我没关系 前代人很多年轻人 对于过去不了解 60年代是困难时期 吃饭要粮票 那么肉就不用说了 根本就吃不着肉 国家乒乓球队立了功 我们北京曲团就去慰问 国家乒乓球队 是国家为了照顾他们 把这个黄羊送给了他们 人家一看我们去演出 那个时候也没有劳务费 演完了之后说怎么办 怎么答谢这些相声演 就逗着我们前养后合的 这么乐 得了 给两只黄羊吧 我们是北京曲团的分两个队 那我们这只呢就挂在我们食堂 我们大师父走了 明天上午来收拾这羊 给大伙炖羊肉 下边这羊肉 我们要提前吃 怎么吃呢 请听王谦阳表演 这个羊挂在那儿 晚上吃完饭的时候 看见了 然后说这不能砸玻璃 一砸玻璃 明天大师父就看出来了 就是你肉偷不着 也告诉你 对 出事了 夜里的十点到十二点时间 我们俩换上夜行服 然后从剧场的后门 爬墙进去 那个墙也不低 江老师 您平时学那些武功啊 毯子功 确实是为了演出用啊 演出也用 演出也用 用的少一点 这个用的多一点 房中间有一个天井 找个绳子 因为剧场嘛 它在上头 我在下头 到下头坏了 羊肉在那儿呢 没东西拉 正好呢 搁着一个破窗户 一拳头 把那玻璃砸碎了 拿玻璃搁置搁置 废了半天劲 用绳子 人留下没关系 肉不能留下 您真放心 金头老师 这拿着肉回家了 明天您就 直接得您一个了 要不然得意气 这意气在这儿呢 煮完了熟了 也就一点左右吧 一人一块 就给吞了 这是我们 你一个吃的 这个我得现场采访一下 我们李增瑞老师 你的恩师 是一位老实人 怎么这个肉 您头一个吃的呢 就是馋 这个天翔啊 这个生存能力特别强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混蛋时候啊 我们四十几个人 到农村去劳动去 天天干嘛吃什么呀 就弄一大柴锅 里头啊 是那变萝卜 完了烧开了之后 就这么大碗的 一碗爆个面 往这锅里头一撒 我们四十七个人 每天晚上就吃这个 这个吃这个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通气 就是学徒的时候 都是很艰苦的 男生听女巫那不放屁 女生听男生 男生多呀 这屁他连着屁 那屋里的味就受不了 全是那萝卜味 所以这天翔呢 带着我们逮青蛙去 他带着我们这几个人 到农地里逮青蛙 跟着天翔老师有肉吃 他会作用 我们不会作用 我们都是城里的孩子呀 拉这青蛙 这就是一技术 我们谁也不敢拉 我们这几个人就吃这个 这青蛙吃完了之后啊 又逮蚂蚂 逮完蚂蚂 逮小龙虾 不逮小龙虾 有蛇 蛇 逮蛇 我们那时候 我们就喝蛇汤 那那个日子 过得就很不错了 现在来说 真的要没有它 我们指定多难受了 我们从小 有的时候 我们上哪儿来 没有裤子 千阳那裤子挺干净 你先脱下来 我先穿上 办事 这都有 这就叫穿一条裤子的消枪 我们都是这样的 这样长大的 有一年回包头去看老母亲 斗哥一看我那个衣裳穿的 哎 把这脱了 把我这穿上 我穿着斗哥的衣 我先穿一条裤子的 I don't know what I'm about Have your f**k loud It be raining now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I'm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 You don't wanna f**k with me I slow burn like a deceit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ll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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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tell me that I can